我們看這題目 座標平面上給定2點 A0座標是-20 Bn座標是40 求滿足三小型PAB周長為16 是動點P的軌跡方式為何 那首先 我們根據這一支條件 這時候AB線亂長 這等於6 那麼根據造型PAB周長為16 這條件 那麼這時候呢我們說 這PA線亂長 加 PB線亂長 加 AB線亂長我們直接以6代入 那麼 這是要等於16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得到 PA線亂長 加 PB線亂長 這等於 定值 這移向過去 16-6 這是10 那麼10呢 是大於 AB 這兩點間的距離 這是6 我們說 這是大於AB線亂長 這是6 所以 我們說 動點P呢 是以AB為焦點的 橢圓 而且這時候 這10 是2A 所以呢 這時候 2A 是等於10 那麼可以算出 A 是等於5 那麼 A平方 就是等於 25 那這時候 AB線亂長 這是2C 所以呢 2C 是等於6 那麼 C 是等於3 所以呢 C平方 是等於3的平方 這是9 所以呢 B平方 這等於 A平方 0-C平方 我們可以算出 這是25 -9 這是等於16 那這時候呢 AB線段的終點呢 為中心 那我們中心 假設是歐點 那坐標為 這是AB 這兩點 連線段的終點 所以呢 這是-2加4 去除以2 然後這裡呢 是0加0 去除以2 我們可以算出 這中心坐標 為 這是 10 所以 我們就可以寫下 這橢圓 方式為 這是 左右形的橢圓 所以這裡我們寫 這是 x-1 括號的平方 除以 A平方 我們以25代入 那加上 Y-0 曲平方 這是Y平方 然後去除以 B平方 我們以16代入 然後這是等於1 我們回答 這個答案